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在讲台上讲解爱多美事业 可是他对爱多美事业的讲解比我讲解的还要好 听完他的讲解之后使我更加清楚爱多美事业是怎样的事业 他从事爱多美之前经历了十余年以上高档辈子生意的经营者 所经营的辈子达到一套几十万台币的档位 爱多美事业是经过熟人介绍下尝试着开始做的 可是卖一套辈子就有好几十万台币 卖牙刷牙膏化妆品等赚到的却很少 刚开始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郁闷 所以心里质疑这项事业是否能够成功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向别人介绍并销售牙刷牙膏化妆品之后 有人却把电话过来了 他之前卖被子的时候特别害怕听到电话的响铃 因为卖被子的时候如果来电话的话 一般都是退货之类的电话 所以一通一通的接下来后 对接电话产生了畏惧心理 刚开始接到爱多美客户来电时 心里也感到很不安 以为客户想要退货 可是接到了却是客户的追加订货电话 他后来接到了全都是爱多美客户追加订货的电话 所以他当时心里想 哇这份事业正是我想要经营的事业 高档被子生意做了几十年 所接到的电话都是想要退货的 几十年生意下来一次都没有接到回购的电话 卖爱多美的商品来的电话全是想要回购的 而且客户的回购数量也在增多 所以呢这项商品不是我卖 我只把商品介绍给客户 那么商品就会自动卖出去 如果一直这样介绍出去的话呢 这份事业才是真正有未来有发展的事业 于是就决定结束被子的生意 开始将爱多美作为自己的主业 这是一位日本男性会员的故事 他的故事就讲到这 在日本听了他的故事后呢 我就觉得爱多美公司还是很不错的 来到我们爱多美讲座现场的各位当中 也有自己主动来的 可是大部分到场的人都是被别人劝说 抱着来看一下来听一下去看看的这一个态度 被逼着勉强来到我们的讲座 来是来了 可是要我买商品的话是绝对不会买的 听说爱多美公司是直销企业 想着如果要劝我来做这份直销事业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像在这里有很多是这样的来宾 对不对 可是请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爱多美公司不会随意让任何人都来当经营者的 要拿到经营权是有条件的 当然这条件不会看你的学历有多高啊 也不会看你的性别差异啊 还有你的年纪的大小啊 虽然我们身为化妆品公司 我们也不会注重看外貌的 是一个非常万幸的事吧 如果公司只看外貌的话 今天怎么没看到几位美女跟帅哥呢 除了几位 可能全部都不合格 想销售化妆品 这样的外貌是不行的 哪一个化妆品的公司都不会让你来销售的 可是我们爱多美公司就不是这样 但有条件 今天我会介绍商品的功能与价格 还有其他的讲师也会给大家说明 我们公司的商品和价格 听完这次说明之后 我觉得爱多美商品不理想 如果我不做爱多美事业的话 我没有理由买爱多美的商品 我知道比爱多美商品品质更好 价钱更的商品 我之前用的商品会更好 这样想的会员 请不要做我们爱多美事业 你做了也成功不了 可以做我们公司经营者的人士呢 是我虽然不做爱多美事业 可是我还是会使用爱多美的商品 爱多美的商品 比我之前使用的商品品质好 而且更便宜 即使不经营爱多美的商品 却喜欢用该商品的会员 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而且销售过程当中 消费者如果拒绝使用 就会觉得很丢脸 后悔做这份生意 这样就没有再站起来 继续做生意的勇气了 所以不久就抛弃了这份生意 其实销售不是一件很难 很费力气的事情 所谓销售 打个比方说吧 大家到某个餐厅吃了一顿饭 那家餐厅做的菜肴 美味又干净又不贵 那么大家听到亲朋好友 正在那餐厅附近吃饭的时候 一定会介绍给他们那家餐厅 虽然我们不会收介绍费 广告费等利益 可是我们还是会时常 帮助他们来做介绍 再举个例子 大家去看了某个电影 或某个歌剧后觉得很好看 那么会建议给别人去看看的 大家说对吧 这时候我们还是不会收任何利益的 从这两个例子就看出来 人们看到有价值的某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把这份好的信息传给别人知道 传达好的讯息 我们的心情都会变得很高兴 所以我们时常喜欢做 好像对我们没有利益的事情 大家一旦觉得爱多美的商品物美价廉 如果他们会变得很高兴 如果他们会变得很高兴 销售自然而然 就会成功 对销售的商品有自信的经营者 销售过程中如果被某位客户拒绝 也不会觉得自卑 就会想说 哎呀你不用的话只是你吃亏 你不用的话还有很多其他客户等着呢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压力 可是对商品没有信心的人去销售商品 然后被客户拒绝了 女性的会员会很伤心的想 嫁错了丈夫才让自己做这种丢眼的事 想了一堆的理由 我们爱多美只销售质量 达到顶级的商品 我们的公司呢 经营的理念就是第一名的主意 什么是第一名主意呢 就是在品质上达到第一名 在价格上低到第一名 我们公司这么喜欢当第一名的原因是 当第一名是最容易的 学习和跑步拿到第一名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做生意拿到并维持第一名才是最容易的 比如说在一个小城市里有人开了100坪的超市 可是没多久隔壁开了500坪的大超市 那谁做生意会更累呢 因为100坪的商店小 所以容易做生意吗 当然不是 隔壁500坪的商店拿走第一名之后 100坪的商店生意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做商业一定要做第一名 做商业一定要做第一名 如果看到某个事业 他在市场上拿到第一名的可能性不多 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去做那份事业 我当了17年的上班组 那时候我的主要业务是使用工程塑料制造出汽车配件的工作 那时候就设立了要成为第一名的目标 我下决心 我的事业如果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的事业 那我就不要从事这个事业 我只认为我能制造出最高品质的商品 那我到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成功 我创办爱多美的时候也是 我只销售品质顶级最好的商品 这就是绝对品质 没有人能超过我们公司商品的品质 按化妆品来说化妆品的主要两个成分就是水还有油 用水和油做化妆品的原因是我们的脸 一般会出一些水和油 创世主呢给了我们自动供给的装置 从脸上出不出水呢 出不出油呢 我们的脸会出油和汗水的 其实为我们的皮肤保养 这些汗水和油汗是绝对需要的 可是现实问题就是 我们洗掉这些需要的油和汗水 我们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上 所以我们每天用香皂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们才用这些水和油来做的化妆品 来补充脸上缺少的成分 把脸洗干净之后呢 会感到脸皮很紧绷吧 这样的状态放着不管就会出境老化的 感到皮肤干燥而紧绷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涂用化妆品 给脸部补充不足的营养 用显微镜观察脸部 处于干燥而紧绷的状态时 能看到皮肤的裂纹 皮肤在干燥状态下放着不管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我们的皮肤是用土来做成的 我说到这 就会有人问这样的土哪里有呢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是塑料制品 可是这塑料是用石油做的 可是如果有人问什么石油长这个样子的话 心里一定很纳闷吧 我也是啊 大家问我 哪里有土是我们皮肤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心里也很闷啊 我们的皮肤是用土的元素制成的 所以我们吃土 养我们用土做的身体 我们刚生出来的大小和拳头比较再大一点点 可是我们的身体长成这么大 用什么来养大的呢 全都是用土来养大的 我们吃土养成这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是用土做成的 这时候有人会说 我不吃土我吃牛肉长大的 大家想一下 牛吃草 草从土壤上生长 所以我们用来自土的各种营养成分来补充 管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我们是土的元素形成的 我们像土一样补充水和油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涂混合水和油的化妆品 可是化妆品的材料里只有水和油的话 它不能成为特别好的化妆品 要成为特别好的上等化妆品 在这水和油的基础上 要加功能性的成分 在水和油的基础上 再加浮瓶皱纹的成分 美白、保湿成分等功能性材料 这样生产出来的功能性化妆品 才是最上等的化妆品 这样的功能性物质 其实只有在植物中提取才叫做天然化妆品 以动物、矿物或化学成分为原料而制成的化妆品 是不能加入天然化妆品行列的 所以天然化妆品都是以植物为原料而制成的 在植物上提取有效功能成分 大致有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叫做酒精提取法 含油成分较多的植物使用酒精化解 一般植物采用热水提取法 热水提取法就像熬中药一样 用微火慢慢熬 就能提取植物中的功能性有效成分 使用热水提取法提取的话 提取出来的都是这种乌黑色的物质 其实熬物质出来的水就是这种乌黑色 看熬药大家就知道了 熬植物粗的成分里含有各种氧化成分和铁 所以这黑黑的颜色是里边的成分秀出来的 提取出这样的有效成分之后 把它和水油做成化妆品底料混合在一起 混合的时候功能性材料多放一点 就成为高功能性化妆品 可是因为提取出的功能性材料颜色太深 不能多加到化妆品的底料里 如果多放了化妆品的颜色变得很黑 涂到脸上就不能外出了 所以呢这个不能多放的 可是韩国原子力研究所发现 在这个功能性材料上照射伽玛色线的话 这个黑色的材料会变清澈 而且有效粒子的功能性被提高到4倍以上 研究所发现的成果一是提高了功能 二是不必要的色素变得清澈了 解决颜色的问题之后呢 功能性成分在化妆品底料上 想加多少都可以随意加进去了 新闻报导是这样说的 把有效的功能性成分多加了500倍 单身了比之前好100倍的化妆品 新闻是这样报导的 可是虽说是新闻也不要全部相信 熬植物提取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黑色 所以一般汉方化妆品大多都是深土色的 可是我们照射了伽玛色线 就是这种功能性材料上 照射了强力集中的太阳光 这黑色材料就会变得清澈 所以在提高功效的同时 加入更多的功能性提取物后 就成了高功能性的化妆品 这样制造出来的化妆品 就是我们爱多美公司的化妆品 有的人看到商品的包装后 就说好像是很一般的商品啊 不怎么好用吧 这样的人以前我遇到过几位 因为每个人的取向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可是在包装及容器上的 投入很小这一点是承认的 其实花点钱可以把包装和容器做得更漂亮的 如果容器也可以像化妆品一样 涂在脸上的话 我也会投入相当大的纸巾的 可是我们用完化妆品后 一般包装都会扔掉的 所以只是简单的做了这种 看上去很干净的包装 重要的部分是涂在大家脸上的化妆品 所以我们公司的化妆品里面有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专利技术 不仅是只有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技术 这化妆品里面还有 名为韩国科马 拥有百年悠久历史及传统的 在化妆品业界里身为顶尖的多国企业的技术 科马在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世界 各先进国家设立 营运研究设施和工厂 专门给很多知名企业 以OEM的方式来供应商品的公司 大家一般都不知道韩国科马是怎么样的企业 大家可以这么想 韩国科马是在韩国生产化妆品的企业当中 生产量排第二名的企业 研究开发人员的数量是比任何一家企业都多的公司 该公司特别重视投资、研究、开发 大家平时用的商品中 很多商品都是韩国科马生产的 因为他们的技术一直都很突出 很多有名的环球企业拿去韩国科马研发的商品 包装用他们企业的名字来销售 我们韩国科马不但供应给韩国的品牌企业 还供应给美国品牌企业、日本品牌企业 欧洲品牌企业等各个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 该公司拥有生产开发顶尖质量商品的技术 我们的化妆品就是这么厉害的公司研发生产的 可是现在我们销售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低 大家都只看价格就以为这商品是便宜货 如果我们把这商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到一瓶要一万台币 肯定有好多好多人这么说 哇这容器太好看了太高雅了 可是这瓶我们实际的卖价只有台币六百块而已 所以很多人都嫌弃我们的商品说 啊价钱这么低的商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可是化妆品的价钱不能决定化妆品品质 在化妆品业界里呢 品质的高低和价钱的高低是毫无相关的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化妆品的价钱呢 化妆品如何决定价格大家知道吗 是市场营销策划决定了化妆品的价格 A公司出了2万台币的化妆品 那么B公司的经营部就开会建议 A公司都可以出到2万块了 我们呢我们公司比那家公司更高几 我们应该要出到2万5千元的化妆品 所以就把价格提的很高很高 一般市场上的化妆品价格里包含的内容是这样的 假设一瓶化妆品的售价是3000台币 那么其中1000块到1200块是广的 他政府通过广告费 万六千元至7万元 一般化妆品公司的广告费比例 是销售中的35%到40% 他们化妆品的价钱里 还包含卖场的租金 不管是百货公司还是批发店 都有卖场租金对吧 那样的卖场租金占化妆品价钱的35%到40% 如果要租百货公司一楼里的店面 那肯定占整个化妆品的销售的40% 百货公司的三楼、四楼、五楼等一般卖衣服的店面租金 都是达到34%左右的 如果不租店面 用电视销售的代理商的手续费 占一般化妆品的销售的43%的 电视购物的商品的售价好像是很优惠的价格 其实只提供广播的电视销售代理商就拿商品总价的43% 有的电视销售代理商甚至拿商品总价的47% 所以电视销售的很多小企业使用剩下的50%的成本 做出广告片、管理、库存等等 电视销售倒闭的小企业不计其数的 相反的 只提供广播的电视销售代理商绝不倒闭 他们每一次广播赚一大笔钱 消费者觉得电视购物很优惠吗? 可是电视销售代理商霸占这么多的利益 所以广告费加上销售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就达到商品的总价的70%到80% 发生 这意味着总价3000台币的商品当中 和原料毫无相关的费用 达到了2000到2300台币 那我现在问大家 觉得这容器的价格和内容物的原料价比较哪个更贵呢? 是容器更贵 专业人知道的知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一般市场上销售的化妆品投资大量的资金都在这个容器上面 我们公司化妆品的内容物使用高科技尖端的技术 可是我和制造商谈价的时候 怎么说?大家知道吗? 我就这么说 你给我说明这化妆品内容物比果汁贵的原因 你们做出的化妆品是植物100% 对吧?果汁也是植物100% 用一样的材料为什么化妆品比果汁贵呢? 贵的理由你给我说明清楚 那么厂家呢就解释说 这是运用奈米胶囊技术的什么什么 还加了什么磷子磨工法 供尿系统怎么怎么样 给我说明做化妆品的时候 运用了一大堆的高科技技术 说明这个工程有多么的复杂啊 那这时候我就跟厂家这么说 是机器做出来的又不是你亲手做 所有的工程是机器做的 我们在化妆品内容物的原料成本上 加运用机器的折算三角笔的成本 那么一个机器做出数千万个化妆品 一年生产数百万个化妆品 十年生产的话是数千万个 把机器的成本分数千万分之一算到一个化妆品的成本里面去 这时候厂家又说要生产需要什么什么 所以成本怎么样 那按电机的马力 把这份成本也加上去 我付钱给你 其实这些成本都算出来也不需要很多钱 只是化妆品的价格的泡沫太过而已 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女士们的虚荣心 情有虚荣心的女士们要提起精神 要把这份虚荣心扔到一边才可以 大部分的丈夫不知道老婆的化妆品价格有多么的高 如果诚实的告诉老公平时用的化妆品的价格 大多数的家长会很吃惊 所以大多老婆不会把化妆品的销售价格告诉她的老公 很多老婆怕挨骂 所以大部分的老婆不会告诉真实的价格 一般折到一半 结论是化妆品这一行业的商品价格的泡沫太多 所以我们公司把这些泡沫消除掉 我们把价格拉到最底 我们爱多美还没有创业的时候 两年铁韩国科马 B&H SBT 已经有设立公司 那时候他们几乎保养五件组的销售价是一万两千块台币 可是我们跟他合资的时候就说那个销售价太贵了 没有市场的竞争力 我一年卖出一百万套 你们按照一年一百万套的生产量 算出成本 我说到这 他们以荒唐的表情看着我 我就说如果你们相信我 按照一年一百万套的生产量 来计算的成本来交货给我 我一年卖出一百万套 对工厂也有很大的利益 可是如果一直维持五件套 一套的价钱是一万两千块台币的话 那么你们要在广告上花很多的资金 这样的话到你们手上的利益也非常的少 100%倒闭的路线和有一%生存可能性的路线 两者选一肯定要选后者吧 所以就开始把这套化妆品的销售价格压到超低 我们在五件组上再加上一件做出了六件组 容器里的内容含量也增多了 原来的销售价为一万两千元的五件组 现在大约销售为2565台币 一次性购买四套的时候一套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 价钱压到五分之一 原来的套组上多加了一件商品 容量也有增多 我们做到这样了之后呢 现在的销售量一年有100万套 我看了在大韩民国卖的最好的化妆品 一年的销售量统计结果 就是一年销售100万套 我们公司的商品销售量已经达到 韩国的顶级销售量 我们的公司还在向上走 再过两年三年 生产200万套 400万套 500万套 1000万套的 成为环球级的化妆品销售量最多的公司 在韩国已经是化妆品销售量最多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们的化妆品品质一定要很好才可以 我们要生产谁都不能超过的品质 绝对品质的商品 可是化妆品的价格要和谁比都要低 我们的政策是提高生产量 把成本压到不能再低 混合化妆品的装置这么大是不行的 要这么大 我们安装大到不能再大的装置来生产 这装置生产同一个商品 而且生产出的量也很多 那成本每次到一个界限就更低 再次低下去 这牙膏现在的容量是200克 而且是功能性牙膏 一般到药店买这样的功能性牙膏 价格是300到600台币 可是我们的卖价只有97元台币 200克的牙膏销售价为97元台币 不看牙膏里面有没有加更多功能 也是找不到这样价格的牙膏的 其实也有价格97元的牙膏 可是那些牙膏的容量 一般都是80到140克 品质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们公司的牙膏 我愿意用一辈子 这牙刷也是我们在百货公司里找到的 这牙刷的销售价是50元台币 原价是65元台币 可是我们一般在超市买东西的活动 按买二送一或买三送一活动价来计算 就是50元台币 这样折扣价50元台币的牙刷 我们的销售价是32.5台币而已 我们当初跟厂商说销售价是32.5台币的时候 厂商跟我们说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把我们看成一点都不懂事业的人 我们当时谈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就跟厂商说 你有几个模具设备呢 当我问到这个 他的表情就变成 这个人好像知道一点这个行业的样子 然后我又问他 说你们怎么处理开关呢 消除装置怎么处理呢 我一直用这个行业的专业名词之后呢 他的表情就变得 都知道这个行业工程的人怎么谈这个价呢 不可思议的样子 牙刷的手柄部分是PET做的 大家知道塑料瓶吧 这手柄是塑料做的PET 这是做水瓶使用的高级塑料 我就问了厂家 最近PET供顿价是多少钱呢 说到这个 就有点接近了协商的步骤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一年骂一千万个牙刷 所以你给我一年生产一千万个的时候 所需要的成本费用计算给我 说到这儿之后呢 事就成了 还有我跟厂商说 原料费我先汇款给你 你拿着这原料费呢 直接到国际市场大量购买 用集装箱进口过来 之后再计算成本费用 这么说定之后 刚开始一直说 这是做不到啊 成本不能再压的厂商 现在一年生产一千万个牙刷 一个月生产一百万个 把这程序自动化了 24小时无需人力一直生产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按32.5台币卖这个牙刷 韩国的大型超市市场竞争力是超强的 是雇佣人才消费人力支援很多的财团级的企业 利用他们拥有的资金和商标到国际市场去购买原料 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力量很强的 所以他们以低价买入原材料 节省成本方面很拿手的 他们这么买来的商品在自己的大型超市销售 不是他们这样的企业卖的价都是50元台币 我们比他们低以32.5元台币销售这个牙刷 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我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 我在汽车附件公司上班的时候 接触过的那一些经验 那时候我们就像已经把拧干的毛巾 也要用手再挤一挤挤出一点点利益 挤到没有办法再挤 给上司说不能再挤了 那就会得到把他放到脱水机里边再去挤的命令 在那里学到了没有不可能这样的真理 进入到化妆品行业也是一样 什么都是有可能性的 我们爱多美管理资金是非常严格的 我在书上看到的直销是这样的 拿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商品来当主力销售品 而且物美价廉 我用过之后觉得很好就介绍给别人 这样的程序不断的反复的发生 形成了消费的团队 那么公司从那些消费团队得到了利益当中 拿出一部分还给介绍者当作广告费用 书上都这么写的 而且直销的基本条件就是物美价廉 可是之前的直销公司的商品销售价都很高 美日韩等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直销商 他们卖的商品都很贵 接触到他们公司的人如果不做他们的事业 那么绝对不会买他们家的商品使用的 形成状态正常的人绝对不会买那些高价商品的 所以对他们的经营者产生了压力 做那些直销公司的经营者呢 介绍商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劝你不要做这份生意的 他们劝你不要做的理由是因为你卖的商品太贵了 他不值这个价格的 那么真的为你着想的亲朋好友就怕 怕什么呢 你到其他地方卖这种商品会被其他人罵 而且还会给他造成损害 所以就劝你不要做这份事业了 可是如果你推荐的商品品质好 价格低 而且卖的商品是生活必需用品 不会给任何人造成其他的损害 那么哪有人会劝你不要做这份生意呢 没有理由阻止你的 所以直销行业推销的主力商品一定要是生活必需品 推销的商品品质好 价钱便宜 从我自己开始喜欢使用 之后再推荐给别人说 我用过这个牙刷 品质比你现在用的好 价钱更便宜 我从来没有看过比这个牙膏再好的了 这个化妆品也是 我觉得现在任何类似的商品都比不上它 你也用一用我们用的这些商品 我们公司不制作试用证品的 我们免费提供试用证品的话 那些赠送品制造时发生的费用 不是董事长个人付出的 这些费用全包含在商品价格的当中 是由客户负担的 所以我们不制造证送品 我们直接销售本商品 爱多美的经营策略是达成绝对目标 所谓绝对目标是这样的 我服兵役的时候我是有限通信兵 在战场上设置电话线的士兵 所以设置电话线的时候也要爬到电线杆上面的 爬电线杆的时候要一步一步的上去才可以的 之前看过有人在电线杆上设置电线的吧 我就是做那个工作的士兵 可是在军队里担任这工作的士兵动作要快才可以的 因为战争开始了就需要联络的工具 所以我们在部队里比赛谁爬的最快 当时我们队的代表就是我 我那时候很想知道其他部队的代表爬的有多快 一般情况下 冰长爬到点端的速度是3秒 我就想了爬电线杆的速度能快到几秒钟呢 最快的话几秒钟能够完成呢 所以我就把电线杆平放 然后从电线杆的一边开始来回的跑了一趟 就像这样 这样来回的速度呢是3.8秒 那么世界上会有人比这个速度还快的爬电线杆吗 绝对不可能有的 这就是绝对目标 所以我设定绝对目标3.8秒之后就开始练习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爬不能一步一步爬 要在路上跑一样跑着爬才可以的 在电线杆上面跑步 我练习的时候从高处滑下来很危险的 所以爬大概一米高处一直上下上下跑 我练习大约有六个月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电线杆上跑步了 然后那一天测试的时间 我达到了3.8秒钟的绝对目标 所以呢 谁都没有要求那个目标 可是我就是设定一个 谁都不能达成的绝对目标之后 再进行工作 绝对目标是谁都不能做的比这个更好 这就是绝对目标 爱多美的商品的品质是谁都做不到的高品质商品 我们公司只销售这样的绝对优质商品 爱多美找到了顶级品质的商品 然后把价格压低到不能再低 谁都不能超过我们公司的销售价 把绝对优良品质的商品 销售时以绝对低廉的价格销售的公司 就是我们爱多美公司 这个策划不但在韩国有市场竞争力 在全世界也有竞争力的 我们在美国的分公司去年成长了百分之四十 在日本的分公司也在成长当中 日本的会员们很平静的 大家知道日本人的性格吧 他们很安静平淡 我们公司的日本分社长说 到日本演讲时千万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我就回答说 我照着我的方法做 你就看着我怎么做就可以了 很多日本公民因为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要担心生活费的问题呢 都不能熬一个晚上的人 就不要做我们的事业了 就按照原来的生活一直活下去好了 可是有人想要跟着我们一起熬一个晚上 为安定的老年生活而奋斗 努力工作给孩子买一套房子的会员 不管只有十名还是五名 不看人数有多少 我就跟他们一起奋斗 开始时很平静的日本会员 现在都很疯狂啊 疯狂的孩子 成功啊成功啊 艾多美加油 成功成功艾多美加油 现在我们公司受全世界的欢迎 我们明年开始在新加坡 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开所有的分公司 我们接下来要开的市场是中国 还有南美的市场 这将是个巨大的市场 我们暂时不能进入中国市场 因为一旦进入了我们的物流量 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建设工厂 那个工厂就在韩国科马B&H前面建设 其重器这样上去的工厂就是我们化妆品制造厂 工厂一天能生产100吨的化妆品 工厂建设在这里的原因是 这里的生产化妆品之后呢 我们用铁桶散装 用到北京的中国科马 北京科马已经开始运行了 所以在北京科马做化妆品 装进容器里的工作 然后我们打算在这样生产的商品 提供给中国的客户 如果我们不建设这样的工厂 我们没有办法承担中国客户的需求 身为企业家 不会是没有经过思考就建设工厂的吧 我们爱多美就看着这么巨大的中国市场 接下来是南美市场 也是超大的一个市场 我们打开中国市场 再打开南美市场 没过多久 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上 都有我们爱多美公司的旗号 之前是依靠军事力来扩展国家 对吧 英国也是指挥航队 发射大炮来占有殖民地的 蒙古也是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了 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商品 销售到全世界 那么销售我们商品的那些国家 就是我们爱多美帝国的所属国家 我们的化妆品 洗法录 牙膏 健康保健食品等各类的商品 就霸占全世界的销售市场 我能这么确信的理由是 爱多美的商品品质和销售价的市场竞争力 到全世界的任何市场都能行得通的 美国的会员和日本的会员已经开始疯狂的销售了 现在他们的发展速度特别快 大家想一下 爱多美如果在中国 东南亚 印度 南美开了市场 那么会出现怎样的现象呢 我就要建立爱多美帝国 在场的大家也可以一起同行这一个路程的 有人说我们公司的销售成绩已达到了93亿台币 公司已经是大型企业了 我来的太迟了 现在加入到他们的经营者 也不能成为领导者 这是谁的想法啊 爱多美在韩国拿到了第一名就满足了 不再向上走的那种公司吗 那些人说 绝对不是 我们公司开始的时候 成为霸占全世界的流通市场 这样下决心之后创办的 我们以后开中国市场 南美市场 日本市场 俄罗斯市场的时候 大家邀请那些市场上的消费者 为自己的伙伴 开展市场上的消费人群 一起赚更多的钱 现在的经济条件上 有些困难的会员 幸好接触到了爱多美 所以请你们不要放弃 我们一直梦想着 包揽全世界市场的爱多美 我们一定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 爱多美向全世界走的时候 大家陪着我们的公司 从而每位会员都得到成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